你可以透過這個語音功能 去語音搜尋所有你想搜尋的東西 國興衛視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幫我簽到國興衛視了 這是夢想樹未出的電視盒 夢想盒子 一樣這是有多準備一台讓大家來抽獎 那在開箱它前呢 我現在抽出上一次丹娜Link的幸運額得主 這個網址 抓取留言 留言包含 意外 很美 有iPhoneK 好我們開始抽獎了 1 2 3 好我們恭喜各位中獎人 再麻煩你視訊我的粉絲專頁 把你訂閱我的圖片 還有分享這支影片的圖片 都視訊到我的粉絲專頁 那我就會把這個全新的丹娜Link電視盒寄給你 那沒有抽中的也不用回心 因為我這支影片會再抽一個夢想盒子的電視盒 一樣把影片看完我會在影片的最後告訴大家這個抽獎方式 好回來這次要開箱的夢想盒子 一樣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再來做實機測試 好我們簡單的來開箱這個夢想盒子 這個呢就是夢想盒子的本體 看起來也不大 差不多我一個手掌這麼大而已 雖然說它是比我上次開箱的那個丹娜Link的盒子還要來的大 但它在功能上也是比較多耶 怎麼說呢 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背面這邊有一個電源孔 然後這邊有一個光纖的孔 這是HDMI的孔 網路接孔 重點是這邊有兩個USB孔 一個是USB3.0 一個是USB2.0的孔 整台機器的外觀是看起來非常的旋麗 有沒有這個藍色配上紫色 上面有一層膜 所以看起來不夠光滑 把它膜撕掉 要撕機膜的 好拍到 有沒有看起來超光滑超旋麗 除了夢想盒子本體外還附的這個遙控器 它的遙控器是比較偏向傳統的遙控器 是有數字鍵的 這邊有語音鍵的部分 遙控器後面這邊有一個USB 直接接上夢想盒子的這個USB孔 就不再需要額外做什麼其他的配對了 最後這是基本的HDMI線跟電源線 簡單的介紹後我們來實際測試吧 好給大家看一下這支夢想盒子 直接上去的一個介面 它跟我們一般知道Android TV的那種電視盒 是不太雷同的 它們是自己做的一個介面 它這邊會播一個YouTube的頻道 下面這邊會有一些快捷的設置 選擇方式可以直接透過遙控器的上下左右 間去控制 通常比較快的方式我會直接點這個飛速功能 它這邊有一個滑鼠按鍵 你就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之後 它的畫面就會跑出一個鼠標 就可以控制這個鼠標去一點 那下面這邊會有一些快捷的應用可以使用 這邊我等一下再跟它講 要怎麼使用 進到應用證裡面 它這邊也有很多的一個快捷列表 你可以直接做選擇 給大家看所有的應用程序 它的介面會比較螢幕了然 就是看下去有點像是平板或手機的介面 跟我上次介紹的Android TV的介面 是不太雷同的 比如說像這個Youtube我就會用Face5點這個Youtube 就會直接進到這個Youtube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邊一樣有4K的標誌 就是代表說它是可以看4K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邊有沒有 就可以顯示4K 2160P 就像我上次講的 只要你有電視盒 你就可以透過一般的電視連接上網路 看Youtube啊 或者是其他網路上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再來就是它一樣有這個Google Play商店 它這個Google Play商店 有點不像是我們知道Android TV的那一種 它是比較偏向手機的那一種Play商店 所以它的介面就是長這樣 那我們一樣是用Face5去控制 可以直接在這邊下載你想要玩的遊戲 好 我一樣下載我上次在手機有玩的這個全面失控 好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已經下載好這個全面失控的遊戲 那我們就把它點開 我現在都會通過遙控器這個Face5上面去做操控的 就有點像是我用電腦滑速的一個概念 然後它現在是叫我點這個 然後放在這邊 蹦 好 那我先推出這個遊戲 大家如果有興趣買這個盒子的話 可以自己去下載自己想要玩的遊戲 都是可以直接透過Play商店下載就好了 上次我介紹的那個Dynalink的盒子 它是有得到Netflix認證的 這一個夢想盒子它是沒有得到Netflix認證 但它要看Netflix也是可以 只是就沒有辦法看到4K的畫質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Netflix的介面好了 這個Netflix介面會比較偏向是平板的那一種介面 不像是我們一般安卓TV的那一種介面 在操作上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那麼方便啦 因為平板我們可能是直接滑 這個的話就要透過鼠標去按住 然後往上推 比如說像這樣 往上推 往上推 在選擇上面會比較沒那麼容易啦 那通常會買這個夢想盒子的 都是希望說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盒子 就可以直接看有線電視 我們就是透過第三方的軟體去下載了幾個軟件 第一個就是這個環球TV 那我們把它點進去看 這個環球TV就可以看我們一般的有線電視 透過這個環球TV啊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目前我們在台灣的有線電視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是除了台灣之外 它也有比如說像這邊 香港、大陸、然後國際、日本、韓國、印度、歐美都有 比如說我想看韓國的電視節目 就可以看比如說SBS明星 如果你聽得懂韓文的話 因為它這個是沒有字幕的 至於在板球上面就是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啦 這個就取決於大家要不要使用 像我自己是平常是沒什麼在看有線電視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這個是還好這樣 這遙控器非常厲害的是它有一個語音的功能 應該說它有兩個語音功能 一個語音功能是它本身Google的語音功能 一個語音功能是它們自己做的語音功能 那我實際上操作給大家看這個語音功能 這個就是這邊有一個麥克風 我給它壓下去 你可以透過這個語音功能去語音搜尋 所有你想搜尋的東西 龍翔 為您切換到龍翔時代 它就會幫我切到龍翔的電視台 東森 為您切換到東森又又 我如果搜尋東森的話 它這邊就會顯示 比如說有東森又又啊 東森綜合啊 東森超市啊 都可以選擇 有所有東森你想要看的 對 然後比如說我想一下喔 國興衛視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幫我切到國興衛視了 這語音功能它的辨識度非常高 因為它們是額外自己有使用台灣的口音去錄音 不像是一般我們使用的Google語音去辨識的 所以可能你有一點台灣狗異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辨識而到 但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你有版權的語音的話 就不要去下來這個軟件就好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環球影城的這個APP 點進去給大家看 這個跟剛剛那個環球TV是一樣的概念 它這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片源 可以讓你去挑選 就很像說我們可能在網上搜尋什麼小鴨影音啊 類似像這一種的 那這個就是大家就可以斟酌自己要不要去使用 一樣我們回到首頁再來測試它的語音功能 就比如說老人家他不太會使用這個介面 就覺得這個介面非常的複雜啊 那他也可以直接透過語音的方式 直接去進入到頁面 比如說我就是點這個麥克風 我要看電視直播 它就會自己跳到這個環球TV的頁面了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那如果你是在這個介面 你想要直接切到電影的介面也是可以 我想要看電影 有沒有它就會直接切到我剛剛電影的APP裡面 就可以直接看你想要看的電影 那如果可能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老人家 他們也是不太會操作語音什麼的都不會 那你可以透過下面這邊 有一個我剛剛講的快捷的方式 點開飛鼠然後點它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快捷軟件 比如說我想要把YouTube放在這邊 環球TV放在這兒 把Netflix放在這兒 愛奇藝放在這邊 這樣它想要看什麼 就可以直接透過下方的這個介面去點選了 一樣我們就是使用飛鎖的方式去操作 比如說想要看愛奇藝 我就是用飛鎖去點這個愛奇藝 它就會直接進到愛奇藝的介面 當然這個像愛奇藝啊 Netflix都是需要登錄會員的 就是你必須要買它的月租 如果你不想要買它的月租 你可能就是想要看免費啦 當個免費仔啊 那就像我剛剛講 你可以透過環球TV或環球影城這個去做這樣 自己都是看Netflix跟愛奇藝居多啦 因為其實老實講 月租真的也不算是太貴 是還可以接受的一個價格 因為像我自己也是做YouTube的 所以就會比較重視版權這一區塊啦 介紹給大家 那大家要不要用就是取決於自己這樣 這就是今天的夢想 合適的開箱 那有興趣的人呢 我也要把產品的連結放在說明文的下方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你是預算不足的 最開始我有講到 我有多準備一台是要讓大家抽獎的 抽獎方式跟上次一樣 首先先訂閱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出去 接著在下方留言 你的留言必須要有夢想盒子四個字 比如說夢想盒子很棒啊 或者是我想要夢想盒子 都可以再下我夢想盒子四個字 那可能我會在兩週後 就把這個抽出去給下一個幸運兒 好那今天的夢想盒子開箱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